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 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 充分肯定C919大型客机研制任务取得的阶段性成就 他强调 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 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 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一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 在关键核心技术公关上取得更大突破 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 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活动 上午10时30分许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和大家亲切交流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对大家表示 你们是国家栋梁、英雄功臣 在你们努力下 大飞机项目取得了可喜成就 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继续合力攻关 要把安全可靠性放在第一位 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 随后 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参观C919大型客机项目成果展览 听取大型客机设计、制造、试验、试飞、试航等 有关方面的介绍 习近平不时驻足查看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我们要着眼长远战略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目标 选择正确技术路线 一查接着一查干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好 要有雄心壮志 世界科技巅峰 我们都要奋勇攀登 丁薛祥、刘鹤、王勇、何立峰出席上述活动 C919大型客机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 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 于2007年立项、2017年首飞 2022年9月完成全部试航审定工作后 获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 将于2022年底交付首架飞机 C919大型客机研制成功 获得型号合格证 标志着我国具备自主研制 世界一流大型客机能力 是我国大飞机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5年来 我国成功探索出一条 中国设计、系统集成、全球招标 逐步提升国产化的发展路子 培养出一支信念坚定 甘于奉献、勇于攻关、敢打硬仗 具有国际视野的大飞机人才队伍 取得了丰硕成果 积累了宝贵经验